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他說圖是電流天平的構造示意圖 當U型回路上的電流量值叫做I1 螺線管的電流量值叫做I2 天平左端所懸掛的小重物 它的質量叫做M 天平恰可平衡 恰可平衡畫起來 將I1變成 抱歉 將I1變成什麼 變成4倍的I2 同時I2變成-2倍的I 這個2倍的I1 那負號代表電流的方向相反 那請問這個電流天平平衡時的小重量 它的重量量值為多少 再來 這個地詞的造成可忽略 L是這個電線的寬度就這裡 這個是有效寬度因為這一段 它跟磁場是平行的 電流跟磁場平行這一段不會有磁力 那這一段不會有磁力 只有這一段才有 那再來 好請問 這個 這個小重物的質量應該是多少 這個觀點很簡單 就是說 它現在呢 電流 I1這樣子過來 那有效的受力是這一段L 那我們就這樣子比 IL cross B 來順序比一下 IL cross B 磁力朝下 所以呢 這個磁力 ILB 朝下 這個I叫做I1 因為黃色電流叫I1 L再乘上B 好 那再來 以這邊為支點 以這邊為支點 這個就像敲敲板一樣 那這邊沒有電流 這邊只有重力 這邊 是磁力 那 他們的力弊 假設一樣 假設叫做D 因為一般來講沒有特別的生命的話 這是等幣的 天平 來我們就說平衡的時候 平衡的時候 它是力取平衡 那力取平衡就是 Mg 再乘上力弊D 要等於 磁力的力取 ILB 再乘上力弊D 好 當然這個D跟D會消掉沒有錯啦 OK 再來 那 螺線管的磁場呢 螺線管的磁場 它叫做μ0 小N 乘上I2 OK 好 帶進來 那帶進來就可以得到什麼 來帶進來可以得到 這個叫做Mg 等於 Iy 乘上L 再乘上B 這個B 叫做μ0 小N 乘上I2 OK 好 所以平衡的時候會滿足這個算式 其中 這個G不會變 圈起來 L不會變 圈起來 μ0不會變 N不會變 圈起來 所以可以得到 這個m 就會正比於 I1 跟I2的 成績 I1 跟I2的 成績 但是有同學說 老師 它不是負號嗎 對 它負號就會造成 剛剛好全部 就是剛剛好全部方向相反 但磁力不會變 不信你壞話看就知道 來 你看 這個 後來的I1 它變成什麼 我忘記了看一下 I1它說 I1變成 負4倍的I2 好 來 I1變成負4倍的I2 我們先針對那個負號好了 如果它今天 電流方向相反 那電流變成這樣 OK 那再來 這個 這個紅色電流的方向相反 紅色電流呢 假設變成像上 那磁場就變成向左 好磁場變成向左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看喔 電流這樣 那磁場向左 那你看喔 IL cross B 磁力還是朝下 IL cross B 磁力還是朝下 來這個叫做 IL 磁力還是朝下 所以電流反向 磁場也反向 那磁力還是向下 這樣知道喔 那最後呢 你看喔 他說I1變成負4倍I2 那I2變成負2分之1I1 那他一個變成 你看喔 I1變成I2的4倍 I2變成I1的2分之1倍 那管他的反正就是 因為這個到最後是乘在一起 乘在一起的話就是 好就是乘在一起變多少倍 那其中有一個變成 別人的4倍 那另外一個呢變成別人的 2分之1倍 對不對 那乘在一起這個乘積呢 就變成2倍 所以 M就變成原來的 2倍才能夠平衡 那M變成原來的2倍才能夠平衡 所以本領答案我們選 B 就可以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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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